1900年 敦煌墨高窟17号东窟中 出土了四世纪到十一世纪 从西晋至东汉时期的 古写本级印本古籍 共计六万册 其中有一部道家典籍叫《何观子》 在第十六篇事弦中讲 治国如治病 治病如治国 真实的神话信不信有你 大家好 我是李明 西元前245年至236年 正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国君 赵道相王赵衍在位的时期 一天 赵道相王和大将军旁暖 在声讨国事的时候问道 为人之君也需要讲究治国之两策吗 在历史上 战国时期的秦国自秦宪宫开始 几乎代代都是明军 这便是秦国能统一天下的重要原因 和秦国相比 赵国的军事实力并不颤弱 可以说是战国后期唯一能与秦国一战的军事强国 不过呢 赵国有一点远不如秦国 那就是自赵武林王开始 赵国的国君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赵惠文王在位33年比较弦明 赵孝成王在军事上可圈可电 有一定的作为 赵孝成王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太子春平君 一个就是赵岩 赵孝成王驾翁的时候 太子正在秦国做质子 于是赵岩继位为王 史称赵道相王 赵岩继位后干了四件大事 第一件是夺了连魄的兵权 让赵国一下子就失去了连魄和岳胜两位名将 第二件是信任和重用奸相郭开 埋下了王国的祸根 第三件是费掌利诱 立出身不正的娼女为后 第四件是重用名将庞暖和李牧 在军事上取得不小的胜利 给秦国统一增加了难度 四件大事中 有三件都让人诟病不已 因此不少人都拿他当昏君来看 其实赵道相王虽不是明君 但也不是一位昏君 所以会对大将庞暖有此疑问 庞暖为当时的一代兵家和纵横家 他很了解道相王的用意 就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他说 大王有没有听说过渔夫唯一的故事呢 这个渔夫呢 是皇帝的臣子 是上古时代的神医 经于外科手术 能使人起死回生 庞暖说 有神医在 连鬼神也要比起三分 只要是病 就都能治愈 当年 储招王带随灵政的时候 效仿姚帝 任人为贤 不用亲属 这就像治病一样 必须要用善知的医者方能治病 而不能用自己喜欢用的人 如果储招王得了病 是一定会等神医 渔夫来治的 相王听后 赞了一句 说得好啊 庞暖继续说 大王还记得吗 当年义影治理殷商 江太公辅佐周武王 百里希治理秦国 申报旭救回楚国 赵衰辅佐靖文公 范黎救回岳王勾建 管仲辅佐齐皇公 成就了五国的霸业 他们成就霸业的结果相同 但所采用的道 却不相同 相王听后 若有所思 就说愿闻其详 于是庞暖就意味深长地 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在山西太行山的南段 有一座高耸挺拔的山峰 山下有一条九龙河 九龙河的北边 有一座庙宇 里面供奉的是 战国时期的神医扁鹊 不过扁鹊实际上 是出生于山东渤海郡的 他的庙宇怎么建在了山西的太行山呢 故事还要从扁鹊的少年时代说起 扁鹊原名叫秦约仁 出生于山东渤海军的正县 在他遇到一位神人之前 秦约仁只是一名普通的少年 当时秦约仁在一家客店帮工 老板很喜欢这个勤快的少年 于是就唯以重任 让他当了客店的管事 将整个客店交给他来打理 这一干呢 就是十几年过去了 秦约仁出当管事的时候 一天 客店来了一位老者 名叫常桑军 旁人都不拿他当回事 时有秦约仁觉得这位老者 非同寻常 就十分恭敬地接待他 常桑军也对这位管事的少年 另眼相看 认为他资质不凡 十几年来 常桑军常常下榻客店 秦约仁也就十几年如一日地 恭恭敬敬 热情重道地服侍着常桑军 一天 常桑军把秦约仁叫到一边 对他说 孩子 我有一记秘方 我老了 想传与你 还望不要外泄 遵命先生 秦约仁恭敬地答应后 常桑军就从怀里 逃出一个装着药粉的小瓷瓶 交给他 并嘱咐说 你要收集清晨 没有落地的露水 喝着药粉吃下去 三十天后 你就能透视一切了 随后将自己所有的 禁方医书 全部交给了秦约仁 秦约仁收了瓷瓶和医书 刚要行礼道谢 却发现 常桑军已经不见了 秦约仁心里立刻就明白了 自己是遇到仙人了 于是 秦约仁就遵照药方 从草木上收集露水 和药服下 这样连吃了三十天 果然像常桑军所说的 自己的墓里 就变得可隔墙观物了 给人看病 可以直接就看见 五脏六腑里面的病症 诊病的望闻问切过程 也就成为了 做给人看的摆设 很快 秦约仁就以 善于诊脉而出了名 于是 秦约仁就辞别了老板 离开了客店 开始周游四方 新一列国 他到过齐国 也到过赵国 一天秦约仁来到邯郸 得知一位贵妇 得了妇科白带症 久之不渝 秦约仁去后 立刻要到兵处 此事很快便传遍了邯郸 当时 晋国正值 晋昭公当政 公族十分颤弱 大夫势力强大 当时的大夫 是赵俭子 一心致力于改革 独断国家大势 由于过度操劳 赵俭子忽然病倒了 五天不见醒来 各家大臣都很担忧 就去请了秦约仁来瞧病 这个赵俭子 名叫赵央 不仅是晋国的大夫 也是晋国赵氏家族的家主 是赵氏孤儿中 孤儿赵武的孙子 进入赵俭子的卧室 秦约仁 诊策了病情就出来了 董安瑜就赶紧向秦约仁询问病情 这个董安瑜 是赵俭子的家臣 同时呢 也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师 是新阳城的实创者 还是一位超群的战略家和政治家 秦约仁回答说 主君血脉正常 你精怪什么呢 从前秦木公也是如此 七天后就苏醒了 如今主君的病和他的相同 不出三天一定痊愈 两天半后 赵俭子果然苏醒了过来 赵俭子非常高兴 就将山西彭雀山的四万亩田地 赏赐给了秦约仁 作为十亿之地 从此秦约仁就居住在了这彭雀山上 相传啊 彭雀山里有过一只神鸟 象征着吉祥与幸福 秦约仁居住在这里后 以他高超的医术 为当地的百姓解除了许多的病痛 因此呢 当地人就认为 秦约仁与神鸟一样 会给人们带来幸福 于是人们就尊称秦约仁为扁鹊 久而久之 扁鹊这个名字 就成了他的另一个称呼了 秦约仁反而没人叫了 史记也记载说 赛照者名扁鹊 被扁鹊治愈后的赵检子 后来就成为了赵国的奠基者 后来扁鹊路过国国的时候 发现举国都在进行除邪去病的祭祀 感到十分诧异 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是太子突然暴死了 扁鹊感觉有点怪 就来到了王宫 正碰上喜好方术的钟树子 就向他打听究竟 钟树子说 太子是因为血气失调 邪气急需不能外泄 导致阳缓阴急 造成内脏受伤 突然就暴死了 扁鹊问 死了多长时间了 钟树子说 从半夜到现在 扁鹊又问 入殓了吗 钟树子说 没有 死了还不到半天呢 于是呢 扁鹊就请钟树子 转告国君说 他能使太子复活 钟树子瞪大了眼睛 哪里敢信 认为扁鹊 简直是在胡说八道 他搬出了上古神医 说 如果先生的医术 能像渔夫那么高明 太子当然就能再生了 否则就不要说这种 骗小孩子的话了 便去仰天长叹道 我用的治疗方法 不用忘我问妾 就能说出病因何在 如果你不信 现在就试一试 入宫去诊试太子 一定会听见他耳中在响 看到他的鼻翼在吸动 顺着他的两条大腿往上摸 直到阴部 会仍然是温的 钟树子听后 瞠目结舌 不过他还是按照扁鹊所说的 赶紧告知了国君 国君听了报告 大吃一惊 赶紧出宫来 引接扁鹊 说 久仰先生高尚一行 却无机缘拜访先生 先生来到我们这个小国 是太子的大姓啊 有先生他就一定能复活 没有先生 他就只能去田山沟 永远不能回生了 还没说完 国君就泪如雨下 气不成声了 扁鹊说 国君莫要悲伤 太子的病 就是人们所说的失觉 并没有死 扁鹊就让弟子子杨 背好真具 真次外散阳 五会之学 过了一会儿 太子就苏醒了过来 随后扁鹊让弟子子豹 给太子热敷 两斜下便 一会儿 太子就坐了起来 扁鹊又调节了太子的阴阳 给他服了二十天汤药 太子就完全康复了 从此 天下人都认为 扁鹊的医术 可以起死回生 不过呢 扁鹊却说 我不是能使死人复活啊 是他本来就活着 我只是让他恢复了健康而已 后来扁鹊带领弟子们 周游列国 祭师救人 他们到了邯郸 听说当地人尊重妇女 就重点治妇女病 到了洛阳 听说周人敬爱老人 就重点治耳聋眼花 四肢必痛 到了咸阳 听说情人喜爱孩子 就重点治小孩的疾病 扁鹊和弟子们随俗为变 随着各地的习俗 来变化自己的医治范围 成为了医药剂 非常全面的全科医生 多年的行医号 扁鹊的神医名声 就在诸侯国中传扬开了 人们都对他极为尊敬 这也令一些诸侯王 对他产生了兴趣 其中呢 就有战国七雄之一的 魏国君主魏文侯 扁鹊在魏国境内的时候 就曾被招到宫内问话 好奇的魏文侯问扁鹊 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 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回答说 长兄最好 二哥次之 我最差 这番回答 让魏文侯着实吃了一惊 于是魏文侯更加好奇了 他就又问 那么为什么你的名声 却最大呢 扁鹊微微一笑 回答说 长兄治病 善于是神 就是看人的神器 就能判断死人 是否会生病 在病情还未成形之前 就把病因给除掉了 被知之人并不知道 自己在死后会发病 反而觉得他不会看病 只有我们家里的人才知道 因此长兄没有什么名气 二哥治病呢 善于观察毫毛 就是病人稍许有发病的症状 他就能看出来了 在病情初期的时候呢 他就能将其治好 所以看上去 他好像只能治治小病 也就民不出于驴 民气只在乡里流传 而我治病呢 通常都是在病人病情严重的时候 又是动针 又是看脉用药的 有时候还用刀来 割开肌肤等等 人们只看到 我用麻药让人昏迷 在经脉上穿针放血 在皮肤上敷药 认为这都是些不可思议的大手术 自然就以为我的医术最高明了 因此名声自然也就最大了 魏文侯不由高声赞道 说得好啊 魏文侯这句叫好 含有三层意思 一层是 扁鹊兄弟三人的医术 堪称神乎奇迹 一层是 真正的高手 能将病化于胃气 消于无形 可谓真人不露像 一层是 扁鹊胸心宽广 精怀坦荡 虽名声在外 却丝毫不拘公自傲 然后魏文侯感慨地说 倘若管子以扁鹊大刀阔斧的 治病之道来辅佐 恐怕齐桓公 到今天都难以成就其霸业吧 旁暖因扁鹊为例 是想告诉道相王 春秋五霸也好 战国七雄也好 所有那些能不以发病为病 能治之于无名 能治疗于无形 然后大功告成的 可谓之自然 良医治病在于 病发前的化解 着医治病 只是病发后 对病罩的功罚破坏 倘若侥幸不死 身躯也必受创伤 道相王听后却说 是啊 寡人虽然不奢望身体能 毫无损伤 但谁又能治寡人之病 与求好之实呢 旁暖十分无语 旁暖说这番话 是因为他已经看到 当时赵国的病因 已经发呼端倪了 如果国君不能看到 即使在与秦国对抗的过程中 启用自己和李牧 在军事上占有一时的优势 最终也会因内极爆发而亡 旁暖的这番劝谏 可谓一语成谶 赵国最终因为 赵道相王所做的 三件错误大事而亡 其实呢 旁暖能够说出这番话 做出这番劝谏 在治国方面 就已经具备了 扁鹊的透视功能了 他很想效仿扁鹊的长兄 做到不以发病为病 置之于无名 治疗于无形 但最终呢 还是无法做到 因为那是真人的境界 是神的境界 可见国之将亡 必先端倪 而真人从不露像 并不是因为没有露像 而是因为即使是露像了 人也无法看懂 因为一切像 都不体现在 人肉眼所看到的三维时空中 所以人就说 真人不露像了 真实的神话 信不信有你 我是李明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敌哈